麻辣紫鸡 麻辣紫鸡是湖南长沙的传统名菜 早在清朝同志年间就有了这道菜肴 充分体现了湖南的地方特色 原料有鸡腿肉400克 青红椒50克 蒜苗50克 调料有味精1.5克 精盐5克 料酒15克 花椒10克 还有醋15克 香油15克 湿淀粉50克 酱油15克 制作的时候鸡腿去骨 斩成钉 青红椒也要切成钉 蒜苗15克 切成粒 七腿肉加蛋黄 料酒 精盐 味精 水淀粉 干淀粉 上浆 水淀粉 取干净的碗 再加酱油 醋 料酒 味精 精盐 水淀粉 清水 勾兑成汁 水淀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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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加上蒜苗 锅上火 放油烧热 倒入鸡丁滑散 再倒入青红胶粒 并迅速倒出沥油 锅上火 留少量底油 加辣椒 煸出辣味 倒入鸡丁 烹入碗汁 翻炒片刻 加入香油即可 最后撒入碎花椒 麻辣紫鸡的制作关键是 调碗汁时调料加入要适量 它的特点是色泽棕红光亮 麻辣咸香 鸡丁鲜嫩 咸香油